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恐怖片《黑楼孤魂》 电影上映于1989年 是我国首部立体声恐怖电影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 一个家庭惨遭补兴 父亲临终前将财产和女儿小菊 托付给一位20多年的朋友 结果索托飞人 朋友谋赛害命 把小菊吊死在地压室 然后伪装成是上吊自杀 时间如白剧过戏 一晃十几年过去 一个导演正在协调各部门的拍摄工作 录音师潇洒表示收音不行 因为搭建的楼梯木板太薄 录到的声音不太混合 希望导演能加厚楼梯木板 可导演说预算不够 无奈的潇洒只能带着女演员于虹 回自己住的地方收音 潇洒住的旧楼面临拆遣 大多数住户早已搬离 只留下老领导老林 无业青年有肥 以及潇洒三家 收音的时候 潇洒总觉得于虹的脚步是不堆 而于虹也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于虹言之早早地说 地下室有个小女孩 一直盯着她看 潇洒对于虹的话嗤之以鼻 可接着也听到古怪的声音 从地下室里传来 潇洒一个人走进地下室 只有在走廊的尽头 找到一个荒废许久的房间 房梁上还挂着一个绳子 貌似就是小局吊死的地方 潇洒在房内寻逆半天 一无所获 只能满腹疑惑地离开了 潇洒牵脚刚走 屋里的灯自动熄灭 门也自己关上了 走出地下室 潇洒发现于虹不见了 就在她呼喊于虹的名字时 楼上的优飞 跑下来问她鬼叫什么 发现潇洒去了地下室 优飞紧张地说 你压得胆子挺大呀 你搬来的时间短 可能不知道 地下室自杀了好几口子的人 知道不 所有潇洒回家 迎听之前收到的引销 发现里面果然有鬼嚎叫的声音 想想白天于虹说的话 难道这栋楼真的有鬼 潇洒降约于虹过来探讨一下 结果于虹被导演节足先等 牵走跳舞去了 胆大的潇洒背着收音设备 再次来到地下室门口 她认真地听着耳机里的诡异声音 突然老林从背后拍了她以下 老林请潇洒帮忙调调电视 期间 潇洒学问地下室死人的事 老林说到了自杀的小菊 潇洒问小菊的父母呢 老林解释道 小菊的母亲是跳楼死的 原因不得而止 毕竟那个年月 活不了只有死 不久后 于虹赶了过来 老林仍在讲 小菊母女的悲惨遭遇 于虹却在老林身上 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 老林疑似监污小菊的母亲 吓到她一溜烟地跑了 于虹走后 潇洒也回到了自己家 继续研究录音 这回她听到了老林的求救声 潇洒觉得非常奇怪 她录音的时候 也没听见老林喊救命啊 与此同时 老林家里怪事不断 先是电视没有信号 接着厕所的门自己打开 浴缸里放满了鲜血 原来是小菊的鬼魂来复仇了 老林被小菊的鬼魂追得无处可逃 最终跌下楼梯 摔得一命呜呼 潇洒听到老林求救 拽着游飞寻找老林 最后在楼下 看到了老林的尸体 第二天 于虹跟潇洒讲了她看到的幻象 说在地下室 看到一个男人 吊死一个小女孩 在老林家 看到她枪奸一个妇女 潇洒也说 在老林死前的几个小时 就录到了老林死亡的一幕 于虹说这是凶杖 是一个冤魂在复仇 于虹劝潇洒尽快搬走 以免惹祸上身 潇洒却不以为意 想要弄清小菊死亡背后的真相 另一边 导演花两千元 从优飞手里买了座金服 结果在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时候 被优飞掉了包 潇洒找到当年 侦办小菊自杀的推丘警员 警员回忆说 小菊的死亡现场 虽然找不到一点她杀的痕迹 可小菊脖子上的钥匙 却挂在省外 潇洒问 那为什么不好好调查 警员说 攻检法都砸烂了 水管那点细节 能结案就不错了 但只对温哥十年 动乱的批判和反思 这天 导演跟于虹对戏时 于虹再次出现幻觉 发现是导演调死了小菊 并把自己看到的 告诉给了潇洒 因为剧组却一位男演员 潇洒便把优飞 引荐给了导演 导演想要看看优飞的样貌 优飞找照片的时候 潇洒身后的相框 拨冷一下站了起来 相片是优飞跟金佛的合影 潇洒问优飞 金佛是哪来的 优飞解释说 是朋友托他卖的 但没过多久 朋友就死了 实际这个金佛 是优飞从小菊家投的 导演看了照片 认出了优飞 恨不得吞击血肉 于是立马让潇洒将他找来 优飞穿着正装去试戏的时候 小菊用眨眼法 把冥币变成了美仇 勾引优飞来到小菊吓死的局势 最终 优飞被小菊吓成了狗 潇洒回家听录音的时候 听到了导演的惨交 潇洒站起来怒喝 小菊 你不能这样报复 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潇洒接到于红的电话 潇洒告诉于红 你看到的是过去 我录到的是未来 下一个遇害的 就是导演 于红告诉潇洒 导演已经坐车去他那了 当导演见到优飞时 优飞已经疯了 嘴里还达到气部的念叨着 我还你了小菊 潇洒质问导演 你以前来过这楼吧 导演走后 潇洒对空气喊话 小菊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的报复 是犯法的 你要学会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之后潇洒回家 继续听录音 录音里 传来小菊那虚无缥缈的声音 然后就把潇洒的耳膜给垫穿了 于红感到时 小菊还在那发着脾气 最终于红交潇洒送去了医院 他跟医生讲了自己看到的一切 并检举导演谋财害命 结果被医生 当成了神经病 关进了安康医院 于红为了脱身 只能说自己说着玩的 哪有什么鬼啊使的 医生这在放于红出院 出院的于红 来到鬼楼对小菊喊话 让小菊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报复 他愿意帮小菊复仇 然后小菊不身在一张光盘上 于红拿着光盘去找导演 此时的导演 正在跟记者朋友发表获奖感言 名利双手的导演 完全忘记曾做过的卑鄙事情 不过俗话说的好 善恶到头周永报 只争来早雨来迟 导演上了被小菊控制的出租车 载到了鬼楼 然后对人模狗样的导演连分恐吓 最后将导演吊死在鬼楼里 接着镜头一转 一群精神病患者在医院里闲聊 这里有导演 有潇洒 有优肥 有老林 还有小菊 而于红则成了护士 招呼大家吃药了 原来黑楼孤魂的传说 只是出自精神病人的想象 电影就此结束 结尾如此颠覆性的设计 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 讲究科学 破除怪地乱神 内地惊悚恐怖的影片 一般都要告诉管者 鬼是假的 最后一首对联送给大家 上联 神州七次千般醉 黑楼园藏万种鞋 下联 十年横扫牛鬼神 尚于此处